好 从幕后转型变成一幕前的明星 真的很不容易哦 在节目当中呢 很多艺人就大吐幕后的心酸史 像是资深艺人陈维明 甚至在节目当中就爆料了 他说灭绝事态黄小虎 可是他发觉的呢 黄小虎是我发现 我把他 真的假的 一开口艺人陈维明 大爆内幕吓坏在场 所有人甚至连主持人小A子都不敢相信 这个话不能乱讲 因为他万一出来说根本不是的话 还不会很干的 不用乱讲 你现在打败的小虎啊 曾经是唱片企划的陈维明 不过也才想黄小虎一岁 却大爆灭绝 失态黄小虎竟然是他发觉的 好神气啊 他真的一开口就疯掉 觉得 哇塞 怎么可以有人类可以唱成这样 OK 然后接着你就想到一个问题是 怎么做呢 从幕后助理做起 最后转型成了荧光幕前的明星 苦水一罗筐 原本是小小助理的艺人佩真 也在节目中大吐过往心酸 遇到艺人没反应是正常的 对 他就一直没有在看我啊 一直在看镜子 或者看别的地方 然后他就一直 就是把我当耳边疯 谈起过去 不仅被明星冷漠对待 还要被不停使唤情的忍气 吞声继续工作 一路走来 幕后心酸事多 好不容易当上明星 终于凹出头 追新闻 文婷轩台北 宋可报道 好不容易当上明星